这位车主呢 也这是有心 他把当时的这个高德地图的显示的屏幕给拍了下来了 啊 就是在美大高速那个事故 啊 有车主呢 就是劫后余生 感叹了导航救了他 当时呢 这个车主呢 在用导航在行驶的时候 在两点钟左右 这个导航就开始发出警报了 说前面发生交动事故 请减速慢行 然后这个车主就奇怪啊 说前面一望无际 空荡荡的 怎么发生事故了呢 然后这个不少的车主呢 当然就收邮门了 这样车主都剪下来了 哇 天哪 到了跟前一看 就大吃一惊 高速公路是空荡荡 但是下面是一片火海啊 呃 等会我找一下一个 有一个人写的帖子 就是他掉下去了 掉下去以后 他说他异常清醒 没有昏迷 这时候就发现了 全车人都昏迷 晕了 摔晕了 伸直不清了 啊 他就那个想着呢 就是把孩子先救出来 孩子身体小啊 弱啊 可以立即救出来 这时候头顶就劈的啪啦 劈的啪啦 就掉车 要多惊喜啊 等他把孩子救出来 丢到山坡坡上去 转过来 再救他车上 还有他的妈妈 还有丈母娘 还有他老婆 已经无法靠近了 就是这个车下来以后 全是一片火海 他被烧伤啊 就没办法啊 再能这个 进入他车的那个内部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惨烈啊 所以说这些个人 那当然他离着很远 夜里面 他可能还没看到 这路面下面是个地狱一样的 一片火海 是吧 就觉得这个前面一望无际都是平川的 你怎么样减速呢 啊 但是很多人也根据这个提示就减速了 那么记者呢 就采访高德 高德公司呢 说他们是两点开始的 那么他们是 怎么来预报这个事故的呢 其实也挺简单 就是高德地图 高德导航 他可以感受到很多汽车就居然停止啊 你想那个车掉下去不就居然停止吗 啊 因此他们就判断那里有问题了啊 就对后面车不断的就进行提示 啊 真的这个 现在的好多的这些个手段呢 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我有时候对高德地图呢 我有些个意见就是这个太依赖他这个东西了 有时就感觉变成傻子一样 是吧 以前没有这种高德地图的时候啊 就觉得对外部是有感觉的 我去过什么地方 他什么方位啊 然后这个他大概那个路的那个样子啊 路的排布是什么样子都有感觉 现在有了高德地图以后 我对这个东西都 印象很小了 但是这里也有巨大的好处 你看这 多大的好处 是吧 可以给后面发这个啊 警示 警示啊 警报 给高德地图一个赞呢 我特别喜欢用高德地图 是吧 有时走路啊什么 离不开高德地图 五月二日十四十 以至四十八人死亡 三人还需要DNA对比啊 三十人受伤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啊 截至到现在呢 好像这个就没有再有新的消息通报出来了 啊 不少这个车主感太幸运了啊 就感谢高德呀 给高德一个大赞吧